我們身後常有的這條方程 我們叫做XY對稱 也就是X和Y 我們如果互相交換的話 都沒什麼問題的 X的平方加Y的平方 就會變成Y的平方加X的平方 那就一模一樣 而後面無緣無故會減多一個Z 我們見到這個XY 它又出現了一次方 二次方和三次方 於是我們就會考慮到 既然XY 和X加Y出現的頻率這麼多 我們不如就切一個數 X加Y 這個我叫做A X乘以Y 這個就叫做B 所以 這三條式 經過這樣的變換之後 我們就會有 X加Y 那就是 A減這個C 就等於4 然後下面這個東西 就會變成 A的平方 減2B 再減C的平方 就等於12 再下面那一條呢 就是A的三次方 減3AB 再減C的三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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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34 然後我們 就 儘量約選一下 我們目的其實是要 剔走AB 我們其實用完AB之後 我們就過橋抽版 目的是要剔走AB 那怎樣做呢 那我們 拿第一條式來玩一下 第一條式呢 這東西就變成 A呢 就等於 4加上這個C 然後我們又要找個B出來 B這東西呢 就等於 你將這些東西 踢完右邊 然後整條式就隨意 O-2 對 那就會找到個B了 那B呢 就會找到 4個C 加2 就是這樣了 那所以我們 整理一下呢 將這些AB 塞回到下面的這條式裡 那我們就會有一條很帥仔的式 這條式就是 A的三次方 也就是 A的三次方 也就是 C加4的三次方 減3 C加4 然後整個B 就是 4個C 加2 然後減回C的三次方 這條式就等於34 雖然很複雜 雖然很複雜 但你會發現 計算完之後 有很多東西都很漂亮地約了 那這條式呢 最後就變成這樣 就是 負6個C 加40 就等於34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會解到 C這個東西就等於1 而是者 我們找到這條式之後 當然就會找到AB 那AB 就不難找 我們 就會順便找到AB A呢 這次就等於5 那B這條式呢 就是6 然後我們代用的 代用我們要用的AB A等於X加Y,這個東西等於5 B等於XY,這個東西等於6 我們解出就不是很多組解,就是2和3 2加3是5,2乘以3是6 哪個2哪個3呢,就誤區的 所以我們這次的解就變成有兩組了 第一組解呢,就是X的第一個解,就是2 X是2,Y就是3 C在無論任何情況下都是1 第二組解呢,就是X這次是3 Y這次是2,而C這東西呢 這次都是1,就是這樣 4.7